今次一年兩日來到深水埗來帶大家吃好東西 不要想著深水埗全部都是便宜的 都有幾間米之前餐廳的 來到深水埗有一點少得吃分的 我叫了一個紅豆糕和一個砵仔糕 好 我現在試試紅豆糕 兩個都是豆類食品 其實我本身不是很喜歡吃紅的 這個紅豆糕不會太硬 是比較軟 紅豆是很溶的 紅豆溶的 這個不會很甜 挺好吃的 這個就是砵仔糕 砵仔糕超大約7元 我試試一下 這個砵仔糕比較實身 有一點點的 黃糖味比較濃 還有這個紅豆就沒有剛剛這個很鬆散的 很棒 很棒 深水埗呢 除了蚊蚊之外 還有一個蚊蚊很出名的 吃了 因為豆腐不太冷 我們先吃鹹的食物 外面不會煎得很焦 不會影響到裡面滑的程度 很香 吃了一些鹹的 這個呢 我又吃鹹的 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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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豆腐花了 我個人挺好 我十分之愛黃黃的 所以我會很久地放它 吃鹹的 吃鹹的 吃鹹 那個豆腐花呢 再給剛剛那個煎豆腐再滑身一點 再香滑一點 而且這個真的不會好甜 但如果你喜歡吃鹹的 就可以加多點這個 我喜歡吃豆腐花 深水埗呢 有一間蛋糕自然 超級出名的 這個呢 我就看了底的 看了底的口感會不會有些不同 我試一下吧 看了底的感覺 吃鹹的比較香 還有 牛肉和蛋混在一起 是完全適合的 這個很棒 記得趁熱吃這個